近日有傳鶴王陳國強打算出售首相TVB股權離場 其實自他一一年入主大台Jafit 這百年間最令人注目的是變位化彈和老闆鶴王的緋聞 現在大台換老闆之下鶴王最後一位外將地位會不會岌岌可危呢 據知鶴王最後的重將就是近年冒起的女神張希文 有指前年得到鶴王家慈立刻由閒人幾級跳神速上位 而去年的閒賴令也是因為他詐型而起 這百年全有鶴王家慈的重將包括徐子山、高海寧等等 而鶴王最後一位重兒就是去年開始冒起 現在29歲的張希文 2012年華者冠軍入行的他主要工作是擔任明珠台節目主持 劇集方面只是做過兩次閒角 在大台坐冷板五年直到17年年中 他接拍跳躍失明線而且氣氛重又多 緊接拍攝的白色強人和解決師更加突然一躍而成為女主角 有傳因為他得到高層垂青 好劇本好角色自然落到他身上 而那位高層一般被認為是鶴王 鶴王真是很關照張希文 一仔收到消息 指大台當日的限奶令原來都是因為張希文而恥 人人都知道三日二夜這個節目中的女主持 很多都需要靠著德小布賣弄性感 從而吸引觀眾眼球 張希文都不例外 但原來他不喜歡被迫露獄 於是就詐形限奶令由此而生 成為全民中學王的重將 張希文在香港的生活亦都脫貧 畢竟他小學移民美國之前 全家居住皇大仙下村 爸爸是寄工 媽媽就幫人做非傻家境草根 但近年不單以個人名義 買入了120萬的保時捷代布 又搬入了北角半山豪宅海天峰 月租5萬起跳 可惜有全學王即將離開大台 在公在私 張希文還能否維持現在擁有呢? 如果真是沒了學王 TVB就將這個難得有人氣的女神 投閒自殺 這樣的話真是要祝大台好運